金鐘主持考慮得怎麼樣 不管接會不接我 人生不減肥 憲哥的反應 那就是身為主持人 吳山如亭七月度保持免疫週 接金鐘主持憲哥這樣說 小小螢火蟲 飛到西亞飛到洞 最近回泊三明三日給我兒子 收你三米三日 對頭到揹給你收起擺 我如果是Care Bears的代表的話 他是Scare Bears Sandy吳山如到哪裡 都要吐槽爸爸顯哥幾句 不過目前懷上餓抱七個月 Sandy常出現失眠的狀況 讓他很失低潮 我還好 我覺得正常施壓 就跟那個火山一樣 反而就是放壓一點出來 就太好 身體因為真的就是運後期 會比較沉重 比較疲憊 還是有滿大量的工作得完成 所以可能心裡面有點緊張 他們到底都沒有運吐 但就是真的就是那個 我們的重量 然後會壓到神經 其實就是比較不舒服 就變不平 就很像長輩 我跟你講超恐怖 我真的忍不住耶 我一直想說 不要買紅紅薯 不要買小花花 其實沒辦法找到 我想說沒事啦 永逸還好吧 哈囉 他還沒有出身 全部放公路車 這是我最後的溫柔 金鐘主持考慮了怎麼樣 不管接或不接 我人生不減肥 看他們有沒有真的要學 我覺得這麼大型的典禮 其實真的是滿高壓的 他們也有非常對他們的老娘 所以可能看中部囉 憲哥的反應 對 當然就是什麼 什麼反應 就是你接的意思 就是身為主持人 如果有這樣的經驗 當然是好的事情 最近有一個新聞啊 你知道憲哥的心情還好嗎 那你去問他啊 我自己心情滿好的 我失眠都快忙不過來了 沒有 因為咖啡廳早早就不干我的事 都是公司在關就不干我的事